等了四年,大型戶外勝士友邦嘉年華 還在今年12月21號重臨香港 今年嘉年華,除了帶來機動遊戲 無公仔等市民贏取 還預期會有更多全新體驗及景點 嘉年華將會橫跨聖誕、隨即及農曆新年 另外,AIA亦都宣佈 將會在5月20和21號 特別免費送出香港摩天輪的門票 數量不切剩下 每一次嘉年華都帶給香港市民和旅客 很多開心的回憶 今年來說,我們覺得特別有意義 因為都是響應我們香港政府 推出的兩個campaign 你好香港和開心香港 我們希望透過今次嘉年華 為我們香港市民和旅客 帶來更多歡樂的時刻和美好的回憶 由幫香港及澳門大使 香港榮首何思培 亦都期待嘉年華的回歸 如果有機會我都想去 因為過去幾年 當他有的時候 我的朋友都有去 他們都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希望 自己今年都有機會可以去到 不知道何思培 最喜歡玩的是什麼機動遊戲呢?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玩一些很激烈的機動遊戲 但我發覺我越大之後 就越來越害怕了 所以可能我都會喜歡玩一些貪玩遊戲 我實在只有一個大公閒卡 我モノ看的 聽見了 你對我任何木機動會 不是害怕了 誰呢